語心是我們這個台南的姑娘 妳以前有想過自己會演這個閩南語嗎 從來沒有 但是這一次 也是其實今年才開始加入的 青雪 今年就是一家團員加入演小三 語心這個經驗比較恐怖 對 我其實第一次演台語劇 然後我就挑戰小三的角色 就是一定會被大家罵翻的 然後因為其實編劇 可能就是想要把我塑造得壞一點 更壞一點 對 因為之後的報應 大家才會看得很爽 對 然後那時候就叫我去打阿嬤巴掌 我的天啊 打阿嬤 張琪姐 但是等於是我們 這個嘛 這個嘛 太壞了吧 Oh my God 妳連哭聲了 真的有 妳今天欺負一個老大人 誰就帶到妳 相加蒙不香 我告訴大家 告訴妳在問 來了 相加蒙不香 妳說相加蒙不香 天啊 還有第二掌 好猛喔 這不好吧 雨昕 妳很扯耶 妳整個打下去啊 不是 打下去之後 後面還有我還這樣掐她這樣子 你們那次敢出門嗎 我們都演過 她很恐怖 太好笑了 這個阿姐應該是專業的啦 有沒有 對 琴姐非常專業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非常的害怕 因為我真的不可能呼她巴掌 等於說我們要去打魚一天 大哥巴掌 對啊 然後我一開始 一開始我只是借位 我想說這種回一下就好 可是真的好像是會穿幫 就真的太嚇了 然後他們就說 你還是真的要摸到 就是要碰到她 好可憐 壓力超大的 這個學校裡面我們有教 給一點力量 她那個手指頭要接觸到 對 但是你不能用掌 這如果用掌這樣下去 那個昏倒 真的會起小病 有沒有 而且她會動 她臉要動 有沒有 不公平 你也是 但是 你說我嗎 我 你為什麼那麼好 沒有啦 你別動 你比如說她 你不能去預判 預判 你放鬆 不要抖 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 不要抖 有沒有 對 她會撥到這種肉 對 有伸手鏡 對 其實是動作大 但是真的打起來是不痛的 不會 只是動作大而已 而且被打的人那個要配合一下 對 那個效果就有 可是因為畢竟是長輩 其實因為你知道我們拍戲 憲哥 我們拍戲拍這麼久 我們真的很怕打巴掌 尤其是行進間的打巴掌 最恐怖 那個你是真打還假打 對啊 而且那時候我是新人 我真恐怖 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暫爛 就是我不會 儀器不錯 你打得很好 你前面看得超狠的 超大力的 就是因為真的好像是滿壞的 然後這一集播出之後 我真的除了被罵翻之外 然後我的粉絲團有一天 我就在坐公車 突然跳出一個訊息 一個假帳號 然後他的頭像是一個8加9的頭像 然後他就寫 我是他在嗆幫派 我是什麼什麼萌 什麼什麼幫的誰 什麼會的誰 然後他就說 不能這樣 然後就天啊 就是那時候其實還滿怕的 就是大家其實非常的入戲 好的 表演啦 不是他不是我嘛 不是我 我很愛阿嬤 隔天我還立刻跟阿嬤說 阿嬤 我們趕快來拍個照 就大家都誤會我 然後這邊 一直在捏阿嬤的肉 偷捏小肉 女星這個演戲 還有引起男友的關注 對 那時候就是其實很緊張 要進組之前很緊張 壓力滿大的 然後就想說 好 我一直在練台語 就是盡量可以講台語 然後好不容易進組了 然後因為我這小三 一開始其實他給我的戲滿重的 所以就 那一陣子 我大概好幾個月吧 我每天睡覺睡一睡 就這樣翻來翻去… 我坐起來 然後其實我還在睡 可是我眼睛就這樣微微張開 然後轉過去罵我男友 就用台語罵髒話 對 因為對 就是 也是啦 妳已經那麼累了 凌晨兩三點他還亂碰妳 為什麼 我們每天唱二位 不是很一樣 不要想說怕矣 雙子罵要睡 不要再打 黑白打字 對啦 就是以戲裡的那個 很生氣的那個狀態 然後去就是 嚇她 對 就罵她